封冰箱公所为了提升乡内公共交通运输服务便捷性 三年前推动了争取幸福巴士计划 今年获得交通部的支持补助 添购两部中型休旅车 公路总局局长许真章特别到场来参加剪彩启动仪式 他表示要逐步完成偏乡行的正义 争取三年多 封冰箱名为飞而号与夏而号的这两部幸福巴士 缓缓开进现场 也宣告公路总局支持的幸福巴士计划 终于开进逢冰箱 9月份正式为乡亲族人服务 地方各界盛大庆祝 真的幸福巴士就在我们身上 幸福就在我们眼前 乡长江丽婷公路总局局长许真章等嘉宾 今天欢喜剪彩庆客祝福 逢冰箱幸福巴士也正式启动服务 幸福巴士通车典礼请启动 未处动案的封冰箱省到台11线南北贯穿 聚落社区分散交通不便 乡长江丽婷有鉴于华联偏乡 多数都有幸福巴士来补强公路搬车少的问题 因此上任后是积极向公路总局争取获的支持 相公所致筹款300多万元 顺利采购了两部巴人座幸福巴士 江丽婷说即日起到10月份市营运期间 民众只要花一块钱就能搭乘 我们是我们的市营运是9月1号到10月31号就一块钱 那我也希望鼓励我们的姨娜妈妈都能够多多来坐我们的车 那也不用担心我们两位的巴士的司机都是我们在地的族人 也都会用我们的族语跟你们沟通 就像我们都是一家人一样 公路总局从105年开始推动幸福巴士至今 全台原本有255条幸福巴士路线 现在再加上封冰箱三条路线的话 总共有258条 也让全台公共运输的覆盖率达到了88% 而其中花莲县目前有五个乡镇 总共12条幸福巴士路线 封冰箱幸福巴士的开通启用 公路总局局长徐政章说 逐步完成了偏乡行的正义 交通部为了偏乡的最后一路路来推动的 所以只有结合我们交通部的力量而已 那当然也要跟县府跟相关来结合 纯粹是提供我们天乡居民的行的方便 不管是在就学就医跟购物商的方便 封冰箱幸福巴士从9月1号起开始营运 营运前三天就有将近60人辞达成 现建封冰箱对大众运输交通的需求 未来事业运运后的费用路线等问题 乡长江丽婷表示 也将是计划经费与使用盖矿来做滚动式的调整 提供封冰箱民更优质便捷的交通运输服务 记者石玉兰封冰采访报道